總統大選將近 而近期也不時地傳出 有境外勢力戒選 相情事局就破獲了 在彰化有一對兄弟黨 他們涉嫌和中國人士合作 開設總統大選的賭盤 營政部長林又長表示 防堵境外勢力戒選 警方也布下天羅地網 要盡力降低可行性 而這位行政院則回應表示 境外勢力不斷試圖要經由賭盤 還有賈訊息等方式來戒選 要求相關單位必須要嚴格 勤搜及查辦 監援警燈門突襲住家攻堅 男子拿菜刀頑強抵抗 原警先後逮捕彰化 這對兄弟黨除了都具 通緝身份更在地下賭盤 插一腳 為了躲避查器 用人頭帳戶跟賭客收款 警方調查夜姓兄弟黨 扮演收住角色 從中抽成 從對話記錄查到 已有七億人下注 賭資累積一萬二 幕後更與中國人士配合 躲對岸遙控 從網路散佈 總統大選賭盤資訊 警方對選舉賭盤 都會全力來查一次 那最近也有幾個 都有成果出來 那我們會繼續要求各警察單位要全力來收報 面對中級人士介入我大選警政署長黃明昭表示賭盤影響選舉公平 包含投注站博弈賭場和相關網路訊息都持續要求各單位搜報查器 內政部長林又昌也強調各單位早有布局警方更設天羅地網 不僅要防渡境外勢力也喊話國人不要以聲釋放 我想借選手段非常非常多而警方也都有掌握 所以我們已經佈下天羅地網請大家千萬不要以聲釋放 那行政院已請法務部以及內政部嚴格進行情資蒐集跟案件的查辦 行政院回應境外勢力借選情況多 除了透過賭盤假訊息也不停歇 已經要求法務部與內政部嚴格進行情資蒐集 以及案件查辦讓國內選舉不應境外勢力等干預受到影響 記者 陳關持常委 政府報導